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将在11月5号美国大选日的当天回到记者所在的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的附近来进行现场的投票 并且会在这里棕榈滩举行他的选举之夜 而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则是已经进行了提前投票 而在选举之夜时他选择留在华盛顿特区 而在选前的最后一天两人是加紧冲刺 哈里斯在一天的时间内是在这次大选最多选举人票的摇摆州 宾夕法尼亚州连续进行了三场选举造势活动 而特朗普则是在一天的时间内跑了四场的活动 其中同样有两场是在宾夕法尼亚州 而另外的两场则分别在北卡罗兰娜州跟密歇根州 而在选前的最后一刻 已经有将近7800万的美国选民进行了提前投票 虽然是稍微低于4年前疫情时提前投票的人数 但是比起疫情前是高出了不少 而且4年前的美国总投票人数是打破了历史记录 逼近了1亿5500万人投票 也就是说今年提前投票的人数 已经是抵达了4年前总投票人数的一半 显示选情是相当的激烈 而从选民的政党倾向来看 这次登记提前投票的美国选民当中 民主党的支持者是占到了38% 而共和党的支持者则是有36% 也是相当的接近 而在选前最后的综合民调显示 两人的选情依旧是相当的接近 特别是在七大关键摇摆州 两人差距依旧在1%或2%之间 不过根据美国著名的民调专家希尔佛的说法 他说不排除 两人在七大摇摆州的选情 通通真的都是如此接近 但是从统计的模型来看 美国几乎所有的民调都显示 七个州全都是如此的激进的一个几率 大约是9.5万亿分之一 也就是不排除这次美国民调有再一次集体失准的可能性 让选情更加的难以预料